等年9月7月6日 第1座王廟都會放水上 超度夢靈 全的水上都是信長自己帶來 造型整體又更活力 希望就有全的發純 讓夢靈可以利口電路 導引生風激的世界 大大小小的各社造型的發純 送到第2座王廟 全的發純都是7月13日 要拿來放水上用的 擠起來就換衣服 換衣服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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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 來給大家量體乘涼 還有房間 七寶 七寶塔就是裡面 裡面有有包都在這裡 跟修補他們這個夢魂的靈體 讓他們好的靈體 翁身給入世界 年9月7月13日 6日第2座王廟都會基盤 超度發揮到榜水上的意識 來超度夢靈 今年比較得數 因為無二戰爭的關係 有民眾已經年少兩年 特別來超度 再因為戰爭失望的人 我們今年同樣 在7月13日 新時就來開幾門 來開幾門 來安政 跟招勤我們的亡靈 去年 前年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 大家都沒辦法進來招勤 所以我們在前年 就是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已經有 琴法師全部都幫我們 有辦理的 項目的那個香客 通通幫他們一併招勤 所以今年 可以開放 可以進來了 那我們也是歡迎 大家來祭拜自己的祖先 祭拜自己的親人 再來就是 下午 有時要放水上 我們放水上 今年 髮船也是很踴躍 而且還有我們彰化一個單位 一個警察單位 他認為說 這個髮船的意義 原來就是 可以讓菩薩 在很多的 亡靈 來我們六港鐵壯廟 讓菩薩來敲堂 敲拔這些夢靈 讓他們出口 讓我們的 亡魂可以禮蔻 對菩薩去收 比如 我們的香禮 都可以在太平 大家都可以平安 國台平安 今年比較特殊的 就是有 那個 這個香客 他本人 就是已經來兩年 都是 自從俄烏戰爭一開始 他就在去年 他就來寫了 就是 要超渡 那個烏克蘭 還有蘇聯 都是人 所以他說 兩邊的人 他都幫他超渡 超渡亡靈 再來就是說 比較特殊的就是有一個 說 他拿掉 嬰兒 嬰兒 打掉十位 那你敢問 為什麼拿那麼多 他說沒辦法 他就是 那個避孕器 都 避孕藥 都不適合 所以 那我問他 最後你有沒有生 最後他就生了一對雙胞胎 就結紮了 那還有這個 試管 因為我們現在的人 因為 食物的關係 然後就是 塑化劑的關係 所以 很多人都沒有辦法生 不孕 不孕 不孕的話 他就要做四管嬰兒 可是 也很多沒有成功的 那天 這個小姐 他就來拔杯說 做四管嬰兒 不知道要不要超渡 因為他有好像五六個 結果他就去跟菩薩拔杯 拔杯 就說 要超渡五位 那女生 當場就哭了 一直哭說 他是希望把這個四管 這個 這個胚胎 把它超渡完 這個嬰兒超渡完 希望他在下一次 再做四管的時候 能夠成功 在那邊水中 大眾王廟也有傳統 堪症的儀式 都是希望讓鳳梁 可以離婚地露 導演 生風紀錄世界 我們六港大眾王廟 你農業的七月十三 這個 要超度發揮 這個鎮也是 我們的重頭刺激 我們以前 都不是說 擴露水 或是女生 男產 都要砍水鎮 汽鎮 藍色的就是 空中擴露 花園機嫌 離難鎮 海滴離難鎮 都可以砍這個鎮 這個鎮 我們就是 因為他們都是藝外 防護的嘛 所以我們就要 將這個一直把揚 我們養師人 一直把揚揚揚 揚給他 我們十八層第一 十八層第一 一直揚 我們一直揚 一直揚 揚起來 我們大眾的廟家 讓大眾的菩薩 來敲刀出口 總幹事表示 去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就讓民眾 在廟這次 今年已經開放了 歡迎民眾 擁有的藏物 新華新聞 蔡良前六甲 才能報道 做得好 是 雷 雷